三二一 台湾派新园海洋航运园区正式启用 郭总统萧美琴 交通部长李孟燕 屏东县长周春敏及余会贵宾 共同为新园海洋航运园区启动仪式 萧美琴特地出席园区启用典礼 并且期许新园海洋航运园区 未来能够带动地方发展 串联新园东港小琉球 形成一个新的屏东观光金三角 吸引国内外游客造访 成为屏东县经济发展及观光新亮点 我们严谱渝港能够改头换面 有更多元的功能 以及更美丽的这个新的航港园区的大楼 来吸引更多的游客 这个还要纳入很多的美学感 而且还要有很多的配套 接驳 公共运输 以及人流的分散等等的很多的面向 其实也都顾虑进去 那这才是一个地方整体发展 能够全方位的角度来做规划 来做设计的过例 台湾亥新园海洋航运园区 定点位在新园乡东港严谱渝港 基地面积范围4.3公顷 后资新台并4.3多亿元打造 周边草域规划有海洋光场 停车场 公车站 户外景观测所 观海平台等多功能服务设施 提升多元油气及转运服务量能 同时导入智慧及友善后船的服务空间 宽敞明亮又舒适 这边看起来还蛮顺畅的感觉 这边停车也方便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乡亲游客 有更方便更安全的一个搭船 所以我们这几年前就在我们的 严谱渝港规划了新的后船式 谢谢交通部 谢谢航港局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座白色的 以这个海洋跟船舰为我们的 元素的一个大建筑物 那也欢迎所有要来到东港 来到屏东 来到小琉球的朋友 乡亲 可以来我们的新元盐谱的新的后船式 享受不一样的新的搭船的峰会 盐流线船运服务中心空间 规划为一楼主要后船空间 便利商店及服务咨询站 二楼为纪念品 青石区 展示区及办公空间 三楼则为观景平台 游客可停驻观赏海景 主界外还有一座台湾海 3D立体彩绘阶梯 期盼透过具有美学 且多功能兼具的新元海洋航运园区 能为往来屏东小琉球的游客 提升安全且多元的大船环境及服务 记者诗心提阳正义采访报道 4D立体彩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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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